民众党民代黄国昌在记者会上指出 超私公司2022年9月5号成立 成立当下就拿到了台湾续产会进口日本蛋的专案订单 当年9月27号完成付款 很明显是在超私成立前 台农业部门就决定给超私进口案订单了 超私的确是不折不扣 为了要做续产会的生意而成立 黄国昌质问超私到底从日本进口多少鸡蛋 台农业部门提供的数据前后矛盾 今年5月30号台农业部门先是回复 超私进口184320箱日本蛋 6月18号又改口称超私进口153504箱 两者相差500万至600万颗 更严重的问题是 如果只进口了15万箱日本蛋 为何支付18万箱的费用 你最后告诉大家的数字是15万箱 但你却付了18万箱的钱 这笔糊涂账 这笔糊涂账去解释清楚 超私去买这些日本蛋的时候 日本那时候爆发的禽流感 那续产会跟超私 怎么会去抢 去买一个有禽区禽流感禽区的蛋 而且是价格标高的蛋呢 面对指控台农业部门终于承认 2022年8月取得日本进口鸡蛋输入许可业者 为量彩公司而非超私公司 台湾续产会取得鸡蛋后 量彩公司要求台湾续产会付款给超私公司 台湾续产会视两者为委任关系 不过行政调查期间 发现要厘清量彩与超私的具体商业关系 目前已移送检调调查 关于采购日本的鸡蛋重量和磕数前后矛盾 台农业部门回应 是由于所谓采用的装箱规格不同 关于采购 需要注定彩公司 不分析 事件